家綺市政府已經基盤危機兩天的創業青年實戰件事 普遍華東一推出 限量30個民業就馬上欺負 現實華東邀請10位家綺市在地地名店家來分享創業的經驗 家綺市工廠發電 道主席政會也已經連刷兩檔 每下創業價 貸款超過3千萬 幫助很多想要回來家綺創業青年完忙 這兩天透過我們實戰營 然後跟大家分享很多人不一樣的經驗 就像他們所說的 他們在未來曾經在這個過程當中 能夠開城布公 坦承跟大家分享 他在每一次創業的過程當中所遇到的困難 跟可以運用的一個群體一起努力的空間 我們這一次是特別為年輕人 很多創業的人 實戰的經驗 讓他們有更好的成果 除了邀請創業家來和學員分享經驗 華東當中也邀請地名列名書指導學員協賞 透過分享成功的創業規定 讓年輕人更加了解未來的目標 夏季七天七月總監署許耀宏彭表示 這次有總共四十位學員完成研修 創業這個議題 真受年輕人的歡迎 透過一個專業業師 讓大家知道怎麼去拍好東西做社群行銷 所以我們有課程這樣的一個不同面向的規劃 那今天總共有三十位學員完成了這十六小時的研修課程 夏季七天七月已經連續兩檔 每合創業家 貸款經驗超過三千萬 除了幫助年輕人解割資金的問題 也提供想要創業的民眾資訊的服務 雖然這幾年已經影響很多行業 不過留在夏季創業 變成現在年輕人新的選項 記者就輸送蔡鳳報道